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很快 很香 但作为性能车 它们似乎都无法逃脱 两个宿命 贵或者不实用 又或者又贵又不实用 所以我在想 有一台车并不是那么贵 并且还挺实用 同时又拥有高性能 那么你看看 这一台怎么样 维赛德斯燕 GLC43 轿跑来讲 这是一台超级矛盾综合体 把SUV和轿跑这两个本来八根子打不着的车型 融合在一起 可以说是汽车界的奥赛起买 从先行者宝马XL开始至今 轿跑SUV领域就粉男友称得上好看的身体 GLC轿跑我本来认为 也应该属于不太好看的那一波 但是在下场的AMG配置调味料之后 事情好像发生了一些转变 直播信中四处大排气 夸张的围绕流 再加上前255后285宽度的21寸大脚 以及随处可见的AMG logo 这个味道对了 最后主要注意的是 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个排气应该算 看起来像四处而已 中期改款之后的GLC内饰提升还是相当的明显 上大屏这一招奔驰是居士不爽 虽然不是全新换代车型 所以没有用上这个粘体车大屏 但是这两个分开的屏幕 无论是显示的效果 还是操作逻辑和粘体大屏 那都是一模一样的 双拇指的操控还是感觉非常的好 一边手指操控一个屏幕 此外来自于AMG主传的方向盘 质感和手感都是相当的到位 中间还有红色的中位显示 这边有红色的缝线 以及非常骚气的红色的安全带 如果说奥迪是车角的登场 那么奔驰就是低厅 64色的宋维灯 可温馨 且夜变 适用风格 热与你选 后排要比我想象的稍微好一点 作为轿跑SUV头部 势必是要受到一些影响的 不过你看 我现在坐进来之后居然不顶头 所以已经是够用了 而腿部空间相当于一台标准轴距的GLC 所以作为一台AMG的轿跑车型 这个后排空间你要指望它多顾佳 那是不可能的 只不过说它比那些跑车以及小缸套 后排要来的稍微实用那么一点点 后备箱开口和容积都很大 不过受出于轿跑造型的影响 它的垂直高度有限 并且地板的高度比较高 但是千万不要小瞧咱们六缸的AEMG车型 GLC43的矛盾点还不仅仅集中在设计 而更多的是在于它的绅士上 GLC43系列上是AMG极速扩张的产物 没有一人一级名牌的它和35G53系列一起啊 这很多人认为不是AMG的亲儿子 但是我认为推出更多入门级的AMG是奔驰一项绝顶聪明的决定 首先它是一部优秀的 身影精无疑能让厂家卖出更多的车子 其次对于消费者来说 也有更多触手可及的AMG车型可供选择 同时也没有影响到63这样的高端AMG车型的研发已经推出 所以嘛 两圈其美的事情 GLC43是介于300和63之间的 所以它有了双重性格 我现在是在舒适的模式 这个时候它开起来和普通的300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开起来的时候声音也很低调 方向很轻 底盘呢和普通GLC很相似 虽然它是有空气选价的 但是仍然是初段比较硬的那种调校 但是AMG的精髓就在于这里有一个小按键 它价值20万 我问下去 这是运动排气的开关 虽然我现在还在舒适说 虽然它是一码就不一样了 这个声音是很明显的 很有底气 很有气势的声音 所以我一上这个车就会立马打开这个运动排气来提醒着我 我开的是一个6缸的AMG价值60几万 不是曼大街的GLC300 并且值得单独一说是这个运动排气的开关还是挺稀罕的 因为在中期开款之前的GLC43是没有这个按键的 哪怕是63也没有 必须要买到198万的63 RS510马力这款才会有单独的运动排气的开关 哪怕是现在中期开款之后的C43也没有 要买到C63才会有 现在的GLC43有这个开关 嗯 难门可贵呀 不过AMG的乐趣还远不仅一次 这边有一个小拨稿往后面拨两架 直接进入Sport Plus 我之前试A35的时候 对于那个车的Sport Plus模式是赞赏有加 而现在GLC43仍然是如此 在普通很慢的时候开的时候 这个Sport Plus并没有任何拖拽感 所以这是一个日常能使的Sport Plus模式 现在我在山里面 稍微寂静一点开 这个和开了运动排气的舒适模式有很明显的两个变化 一个是排气有啼啼啼的回火声音效 它能自动的降挡补油 也要告诉我这是一台63 我也会毫不犹豫的相信 大奔赏的快乐就是如此的简单和存在 开到Sport Plus模式的时候 这个车仿佛又多价值了 20万妥妥的63的感觉 所以AMG一再强调是43也是纯正的AMG 至少我觉得在Sport Plus模式下非常纯正 其实我们开这种性能的SUV 并不是来追求它的比如说轮胎与地面的滑动啊 什么轻微的转向过渡等等 并没有它是一辆四驱的车子 不存在这些 但是我们追求是什么 那种豪横的动力响应 很迷人的排气 一定程度上比较快速的车身响应 如果说A35 A45是一门小钢炮的话 那么这台GLC43就是一门榴弹炮 它很重 但是威力巨大 其实造车要追求面面巨道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这台GLC43如果按百分之来衡量的话 它的实用性 空间 通过性 加速能力 操控声音 都没有达到95分 但是它都能达到85到90分 并且以为此只需要付出60多万的代价 这样听起来 这台43是不是已经足够满足力了 你们一定听过这句话 小孩子才做选择题 成年人全都要 这话说起来好横 但是其实我们都懂 成年的社会 才充满了各种谦判 无赖和妥协 处处忙碌 你想要一台二三十万的入门级钢炮 但是看着周围朋友的一级武器 嗨 算了 再努力量量 三十二力一千万一辆很帅很快的双门跑车 但是看着摇纳中的孩子 嗨 算了 再分能量 小有成就后 一千万一辆八缸五百马力的高性能SUV 但是忘了一眼一路飙升的房价 嗨 算了 所以现在你应该能理解 而且在节目的一开始 我为什么期盼着一台不那么贵 也还挺实用 并且同样高性能的车了吧 因为我觉得我们与生活的种种矛盾 只能用这样融合各种矛盾的综合体来解决 成年人的处事之道 很多时候不在于锋芒地露 好在兼容万物